上海视窗 对香港泛民主派大家大罚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言人通过新华社指责否决政改方案的泛民议员 指他们诋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规定 极力阻挠政治行政长官普选法案通过 致使香港民主发展进程止步不前 对人大这一说法 政治学者原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史研究员胡伟批评 香港立法会以香港基本法成立议员依法选举产生 表决符合法定程序 结果合法有效 无论议员是否参加投票 负赞成或反对负齐权都是合法权利 都代表一部分选民的意志 全国人大人的表态严重违背宪法和香港基本法 被视为代表北京最高声音的人民日报评论就直截了当 说香港反对派必须为阻挠香港民主附属上全部责任 该报甚至更声称否决普选法案实际上是反对一国两制的方针和基本法 其目的是和中央争夺香港管制权 图谋把香港变成独立的政治实体 也有消息称对此事 中宣部的禁令要求中国媒体只能用新华社 人民日报的通稿 连投票数都不能提 文革大字报的言论 通过官方媒体占据了主流中文网站的头条 而网评员则在社交媒体上以港独等说法 煽动激怒网民 诋毁香港反对派 亲平气和解释香港反对派的立场 文章则被迅速删除 否决正改的泛民似乎成为千夫所子 也难成为忘恩负利的反富小人 果真如此吗 香港泛民主派之一公民党的党魁 梁家杰议员在立法会投票前的演讲 解释了反对派否决正改方案的来龙去脉 梁家杰是大律师出身 论述清晰有力 这篇演讲在微博微信上流传一时 也因此很快成为网络审查官员 查山封堵的重点 梁家杰大律师认为 否则一个指路为马 得不偿失的烂方案 不足为息 更重要的是 一族原则守住一国两制的初衷 中央给出的人大381决定 不可撼动 无商无良 不给香港人真选择 难道这应该 人赌任命 还是应该否则了之呢 梁家杰议认为 中央逼香港人接受的 不只是一个选举方案 而是盲目顺从的态度 放弃自己的认知 和是非之心 如果这次通过政改方案 就是连拒绝指路为马的尊严 都会丧失 以后就不能享有自己的思想 香港就从此沉沦 男人认为 普选特首和立法会 并不是香港人 一厢情愿的非分之想 而是香港基本法白纸黑字 答应香港人回归之后 将会享有的选举权利 基本法起法委员会 主任委员姬鹏飞 1990年在人大发言 证明基本法只是归线 有期之后 回归前十年的选举方法 换言之 本应该2007年 2008年就可以普选 特首和立法会 但中央一度拖延 加强干预 2004年人大司法 正改三部曲便五部曲 2007年又一次人大决定 终于说2017年可以选特首 2022年可以普选立法会 香港人又期待又怀疑 但很快见真章 又是一次骗局 去年6月份 国务院发布一国两制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的白皮书 宣示了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 这是一个浮现 要求香港人对政改任命 两个月之后 底牌先开 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831决定 一锤定音 直取香港实行中国式普选 要控制选举结果 要利用提名程序筛选 二到三个共产党认可的人 做特首候选人 香港人走入投票站 投一票 实际上只是被利用来 合理化一个筛选 给予一个假借普选之名 实为中央清点的特首 给予虚假的认手性 梁家决认为 一旦这次政改通过 中央政府将可以向全世界宣称 根据基本法第45条 履行了他的责任 实现了普选的承诺 既然交了功课 又何来诱因和压力 将来要做修改 叫第二份功课呢 如中央搞二办 王光耀主任曾经说过的 修改之前长期有效 既得利益者 尽兴防治的特首 一旦可以利用选票 获得合法性 在得及所灾之后 还有任何的理由 诱因和动力去改变吗 特区政府主改政改方案的 林郑月娥司长说 政改过不了 是民主退步 梁家决认为 必须以正视听 一个简单的比较是 成为特首候选人 现在是八分之一的 选举委员会成员提名 也就是从1200人中 拿到150个提名就可以参选 但根据831的决定 就要拿601个 中央选委会的提名 门槛提高了四倍 这是退步还是进步呢 最近香港学生 烧基本法求迷虚国歌 特首民望长期不合格 警队民望急退下滑 香港人圣童走势等等 越机越后的深层次矛盾 社会撕裂 梁家决对此认为 靠勉强退一个假普选制度 破不了局 他呼吁 否决假普选方案之后 应该咬紧牙关 继续向中央展示 香港人争取民主普选 以处理深层次矛盾的决心 说服中央普选 并不会危害国家安全 正通人和 香港才能安定繁荣 另一方面 应该发展公民社会的潜在力量 对各项香港本地民生议题 密切把关 做出反应 维护一国两制 与人权平等 法治连结等香港和新价值 防止继续成人 梁家决最后说 强权可以压倒道理一时 但强权不能永远压倒道理 他有信心 见到香港最终真普选 香港人最终会做真老板 最终会正通人和 会继续璀璨 光辉永久 以上是特约记者曹国欣 发自上海的报道 影响 boy 会继续璀璨 首监